《王朝的女人》 《杨贵妃》中 则重新将杨玉环的第一人照顾 无尊饰演的兽王 带回了人们的视线 那我在里面是饰演兽王这个角色 那他是唐明王的儿子 对那在这部电影里面呢 一开始呢 就是我的母妃 我的妈妈就安排了我跟杨玉环 就是杨贵妃嘛 然后有一个婚姻 因为他到最后就是 可能就是离开了这个王公 然后到最后又嫁回去给我的爸爸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三角恋爱的关系 因为他在里面 他的年纪大概才很年轻 大概20 21岁这样子 然后要面对这个 他自己不能接受的这个事实嘛 对因为刚刚结婚 然后又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他从一开始那一种不能接受那一种愤怒 那一种挣扎 然后到了最后可能慢慢的释怀了 对就是有那一种转折 是父母安排的一个一个一个婚礼 对婚姻 对 然后我也没看过他 就是结婚那一晚才把它掀开来 才看到他 然后当然看到他的时候很漂亮 可能你有第一个印象 可能就是觉得不错 可能开始有一点好感 对 可是很快的就发生了可能就是父亲对他的一些你知道吗 那种感觉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怎么我的父亲会你知道吗 我的老婆 然后他对他有那一种感觉什么的 所以可能自己吞不下的是那一口气吧 第一天跟范明冰拍戏的时候呢 其实都可以看到说他是一个很会照顾人的人 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巴萨拍戏 然后那时候很冷 我就从文莱飞过去嘛 不习惯 对就在那边发抖你知道吗 然后他就看到我这么冷 然后第一天哦 然后他就说他有那个热水袋 然后他就硬要给我用 对 然后他在车上也有那个军衣 他也叫他的助手拿那个军衣给我 所以就因为这样子的一些小动作 然后这样子的一些贴心 大家就相处得很合得来 无论是在大荧幕上 还是在真人秀的节目中 吴尊总是以帅气阳光的形象出现 作品不算高产 但每一部似乎都声势浩打 从间谍到中恋杨家将 再到王朝的女人杨贵妃 吴尊总在试图颠覆着生活中自己的样子 而在自己外形与演技的PK中 他认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我希望我可以演的角色是那一种 跟我自己私底下比较不一样的 对 就是说为什么我会演古装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因为古装是我 我们现在现实生活中感受不到的 对 所以我对古装 特别有那一种吸引我的那一种动力 对 虽然是很辛苦 每次拍完一个古装 我就说我下一部我不要拍古装了 可是还是接古装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种好奇吧 对 我对 我是对 世界充满好奇的 对 所以我们在拍戏的时候 我们完全不会去想说 要怎么样耍帅啊 还是什么 没有 完全没有这种 这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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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 对 没有 然后只要耍帅的话 当然我觉得 拍时装嘛 因为拍古装 其实半相 其实是很好看 对 真的 时装当然是会比较 比较酷比较帅一些 对 所以演古装 你就是想要去 去尝试这种生活 对 中国的演员啊 很多都是表演戏出身的 对 那我自己本身是 完全没有这个背景 然后我们文莱的一些生活 我们文莱连KTV都没有 我们文莱连什么表演的机会啊 什么舞台剧什么 完全没有 文莱都没有娱乐圈的 所以我从小到大成长的 那个生活呢 是非常简单 很难融入演艺圈这一块的 对 所以 对对 所以我 我接受 我 可是我 我会努力去 去学 对 所以我不会去care太多 比如说人家讲说 OK 演技不好还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 对 对 我知道说 我不是那一种 学这个东西出身的 所以 我只能尽力 对 我只能努力 然后 程度到哪里 我不care 因为我知道我有尽力 我觉得这个最重要 有着卓越外形的吴尊 似乎从不看中演艺圈中高高低低的评价 26岁才入行 他有自己心中的标识 也知从事这项事业 不过是自己对自己的挑战罢了 想来 他是成功地战胜了自己 因为此刻的你已经难以想象 年少时的他 会是如此的害羞 我很喜欢打篮球 然后 我们每一次都会有那一种 比赛啊 比如说得到第一名啊 第二名啊 什么要上台拿 上台 我都不敢上去拿 对 跟一个组一起上去拿 我都不敢 对 然后我们 我还记得第一次我去 去台湾 然后被制作人发现 然后那时候就说 要不要演戏啊 什么的 然后就去Casting 你知道吗 就去试戏啦 只是我跟导演两个人 然后你就叫我练那个台词 我在读那个台词的时候 他要我一演嘛 我在那边发抖 然后整个脸都红了 然后汗一直滴 你知道吗 都有冷气 你知道吗 可是汗就一直滴 因为太不习惯了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种 怎么讲 逼自己去 有勇气的去 对 打开自己去 去 去 尝试它 我的方法去说服自己 就是因为那时候 我刚刚遇到我妈妈 离开我 对 然后就是那种勇气 让我去尝试的 对 因为那时候 我跟自己讲说 我想要去尝试一个 我最怕的东西 然后就这么的刚好 就是遇到这些制作人 然后他们就可能给我这些机会 然后问我要不要去尝试 然后 就是突然间有那种勇气去说 好吧 那就豁出去吧 对 其实不管能不能做得好 就是去尝试的 从没想过要在演艺圈里成就什么 无尊却意外地受到赏识 也曾成为人气组合飞温海中的一员 迅速获得大量拥度 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焦点 然而无尊自己的生活 却有着不辞完全相反的步调 这对演艺圈完全不熟悉的 因为我们在回来 我们演艺圈的那种讯息很 很少的 对 所以也不知道说 像那时候在拍戏 每一次遇到什么艺人 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对 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只有那种比较有名的你知道 可是那种 很多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所以那个时候不会想到说 艺人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因为我们没有接触到 一开始觉得兴奋好玩 你知道吗 有狗仔对啊什么的 可是到最后就是 可能他们就会 打扰到家庭的生活 他们好像每天都在我的家外面等 你知道吗 他们飞到文莱 然后就在那边一个星期 然后车不会走的 就是在我的家的门口那边 然后 甚至我爸爸去健身房 他们也跟着去 然后在那边偷偷拍我爸爸在那边健身 所以那个我就有一点不开心了 对 因为这样子会打扰到我爸爸 因为健身的时候 其实是很危险的 假如我爸爸他很不自在的 觉得有人在拍他 可能万一不小心的一个 分身 你就 可能受伤了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点点的不开心 对 可是其他的还好 我觉得记者要怎么样写我啊 拍我啊 讲什么 我都OK了 对 因为我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对 所以我不会去care太多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的生活 我要的是什么东西 然后什么东西可以影响到我 什么东西不会影响到我 对 其实我拍完了杨贵妃 我就应该有一年半 要两年了嘛 对 那这段时间我都没有拍戏 那原因其实就是 我想多一点时间就是在文来陪家人 因为我的儿子刚刚出生嘛 假如忘掉就忘掉了 对啊 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自己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假如两年我不拍戏 我也没有 我也不可能去expect 人家还记得我 因为这是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我不拍戏 那我会失去一些曝光力啊 还是什么 这个是我愿意的 所以我觉得值得牺牲的 对 所以你很难就是说 全部都是要做到100分 对 像我之前跟飞人海在一起有唱歌 然后因为我的家庭的 一个我要给家庭的时间 所以我放弃唱歌 那我也知道说放弃唱歌 你会失去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我觉得你不能太贪心 我觉得 我觉得你可以看到有些艺人 他们很成功 我没办法做到这样子 可是我有一个很美好的家庭 我觉得满足 你知道吗 所以 不能全部都好 对啊 无尊一直懂得放弃什么 珍惜什么 才成了演艺圈中难得的幸福典范 两份前途美好的事业 一个儿女双全的完美生活 无尊令人羡慕的家庭 也是他心中最重要的支撑 当然 谈起他的一双儿女 做父亲由衷的幸福 展露无遗 像 像我妈妈她之前 她常常都会用我们的名字 去捐钱给一些需要的人士 那我现在已经开始 用我的女儿的名字 去捐钱给这些 比如说 像之前尼泊尔啊什么的 对 然后我常常做一些慈善的一些 活动还是什么 我都会跟她讲 跟她分享 所以她从小就有这种概念 对 所以她可能长大 我相信她也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像我的女儿 她可能就比较大一点 我们就会跟她讲说 你要让弟弟 所以十次里面呢 她可能让七次吧 三次是会跟她抢的 可是没办法的啦 小朋友我觉得 就是有时候会吵架 会 会 闹一下 对 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对 一想到就觉得幸福了 对 因为像我每一次 比如说每一次睡觉前 我都会 比如说我 因为我出国 没办法看到他们嘛 睡觉前都会看他们的一些视频啊什么 就会觉得说 今天辛苦 还是明天要工作很辛苦什么 都没关系 因为你觉得说自己很幸福了 对 所以 我觉得 最 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在很简单的环境 找到幸福 我觉得这个是最 最幸福的事 我们不想要小孩 就是好像偷偷摸摸的这样子 过生活 所以就会 就会讨论说 不然我们就公布吧 对 然后商量一阵子 就觉得说 好吧好吧 那就公布了 对 就 你知道吗 就是很自然的去 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也不知道 觉得是好像女儿是 好像自己的小情人这样子 然后有一天假如要把他分享给别人 那时候 那时候会想到说 怎么办啊 对 他会找到一个 可以依靠的男生这样子 对啊 可是还可能远到十几年 诶 十几年你现在就要开始规划了 你知道吗 没有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 我觉得一个女生 他要找到好的男生 他自己本身一定要很好 我觉得你好 你才可以找到吸引好的 所以你要怎么样把自己做得好呢 这个东西就是要从小开始 我觉得他这一些观念啊 他的态度啊 我觉得 我觉得他越好 他找到好的男生的机会越高 对啊